大家好啊 再给大家讲讲这个情报界的大咖啊 武修拳 武修拳呢 也叫无寿拳 口天无 长寿的寿 这个温泉的拳啊 无寿拳 像他们都很多名字 有的人都一二十个名字 他1908年生的啊 1908加上60 1968属猴 1908年3月6号 到1997年 这个11月9号去世 他活了89岁 89岁 08个月03天啊 他出生在湖北武昌 曾经担任过很多职务啊 驻南斯拉夫的大使 这都是友好国家 铁托掌权的 中联部副部长 中联部和外交部 统战部 这个总参 总政 这都有关系啊 文化部 这都是党国议题啊 党国议题 副总啊 这个55年到58年 当驻南斯拉夫大使 58年到67年 中联部副部长 然后文革期间应该是被关押了 过了8年到75年到83年任副总参部长 他的配偶 他的配偶 他的夫人叫徐和 姓徐啊 他早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回国后任这个敏越干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客家人地区啊 这个福建的龙岩 这个广东的梅州 江西的干州 这个三角地带 三省交界啊 这个敏越干军区司令部参谋 瑞金的红军学校的 第一期的联指导员 第二期的政治营的教导员 第三期军事团的教育主任 军委模范团的政委 军委直属第三师的师长 他从苏联回来的 他懂俄文 而且苏联专家 像李德什么的 当然李德本人是德国人啊 但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他们可以用俄文交流 所以这样的人比较会受到重用啊 还担任过福建军区 听连分区 听常听 连是哪 连江吗 连江不对吧 这个听连 连是哪我不知道啊 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 共产国际 你看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李德的翻译 是吧 李德他语言不通啊 跟毛泽东他们没法沟通啊 那就需要他了 然后还担任过 红三军团的副参谋长 红三军团就是 彭德怀滕代远这波人 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的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 抗战后任巴陆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 兰州办事处 他就接应 接应那个谁 接应那个新疆那波人 所谓的新兵营 什么陈谈秋啊 毛泽民啊 那波人 叫蓝办 蓝州办事处简称蓝办 好像董碧武他们也都在那 呃 他们应该跟谁打交道 张志忠 或者是魏力皇 或者是蒋鼎文 蒋介石这几个大员 封江大吏 然后还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一局局长 这个一局就是作战局 应该是作战情报 原来都会一局管 后来分开的 然后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去东北 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 第一是谁啊 第一后来是刘亚楼哈 一开始是谁还不知道 东北军区参谋长 后来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 苏东司的司长 苏东司应该是外交部 在这个1949之后的 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个司 因为跟其他国家 很多没有外交关系 当时的外交主要是跟苏联 以及东欧集团 不知道这个苏东司 包括不包括蒙古 外交部的副部长 驻南斯拉夫大使 当时能往外派大使的国家不多 可能一开始就十几个国家吧 然后是中联部副部长 文革遭关押 后来担任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的副庭长 就是审判江青和林彪 他是副庭长 这个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啊 中共委常委 看看他的生平 这就比较 比较的详细了 他在这个 1929年中东路事件 就是苏联红军和张学良部队 打过一次仗 然后他给派到了这个 派到了远东 苏联的远东边疆保卫局 他担任翻译 实际上他是苏联的军事谍报人员 后来他参加了遵义会议 列席 列席 他是翻译 他是翻译 那次遵义会议上 李德 李德伯古 这一派下台了 这个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 三人军事小组的牵头人是周恩来 好像有周恩来 王家祥和毛泽东 但是周恩来就让贤了 让毛泽东负实际责任了 当时的总书记是张文天 张文天 名义上的一把手还是张文天 党指挥枪嘛 这个原则 三弯整编以后 织布建在脸上 共产党里边还是党的干部说了算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最后 发展来发展去 就是党的主席 或者是党的总书记 兼军委主席 党军政一体化 后来在红十五军团 七十三十参谋长参加了东征 就是在东征的时候 刘志丹死在前线了 然后三七年十二月 升了 升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了 负责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 当时共产党只控制了陕甘宁 其他没有什么成块的地盘 后来他担任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驻沈阳小组的中共代表 这个就是军调部 他那个标志是一个蓝色三环 参加蓝色三环的中共干部都受军衔 为了方便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打交道 当时是国共美三方 因为国共内战嘛 美国人调停 他还参与筹建了 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的校长 参与筹建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和第一所海军学校 那解放军第一个空校 第一个海校 他就参与筹建了 1950年1月 他跟周恩来一块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 参与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11月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 这个武修权作为代表 特派代表赴会 发表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演说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参加呀 当时中国不是没有合法席位吗 难道也能参加吗 这是1950年啊 我对联合国这块我还真不懂 一般来说你没有席位 你能参加活动吗 能参加会议能发言吗 但是这上面说 还有图片说他参加了 发表演说了 但这个这个案子啊 但该案这个提案最终以一票赞成 苏联赞成 然后9票反对 9票反对啊 然后印度代表缺席之情况下被否决 联合国安理会不是一般是15票吗 5个常任理事国是一直在安理会里边不动的 然后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 是不断的改选的 那么苏联一票赞成 然后有9票以美国为首的反对 还有印度代表缺席 这才11票啊 应该是印度等代表吧 可能有5个国家缺席 就谁都不得罪 我不出席了 你们爱怎么投怎么投 基本上算中立票或者弃权票是吧 60年2月4号 跟着康生 刘晓和严明富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 那应该算列席会议 因为中共不是这个中国啊 中国不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应该算列席会议 他说参加 我觉得应该叫列席更准确啊 刘晓 这个人我不清楚啊 但是好像在关于党史的书里见过这个人 严明富是严宝行的儿子 严宝行是中共地下党 但是长期的张学良身边活动 严明富后来跟赵紫阳走得近 然后他是当过民政部的部长 后来当什么这个彩票 什么福利彩票 什么基金会啊 什么这种的慈善组织吧 给安排了一职位 后来随着赵紫阳的下台 他也就不得烟抽了 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给他关押了八年啊 七五年四月 让他任了副总参部长 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 他也一直就管这个 七八年 一月前兼任总参二部部长 二部就是情报部 情报部下边有什么外事局啊 资料局啊等等的 八零年啊 六月 让他审判林彪江青 让他当特别法庭副庭长 第二审判庭的庭长 参加了对四人帮的审判工作 当时分两个庭 第一审判庭是林彪集团 第二审判庭是所谓的四人帮集团 中年九十岁啊 其实他没到九十岁 没过生日呢 武修全的儿子叫罗宾 这是武修全 武修全和他的夫人吧 还有两个小孩 他也写了不少书啊 写过 辽审决战 我的历程 往事沧桑 回忆怀念啊 他娶过两个老婆 这个前妻 给他生了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 四女一儿啊 五个 但是很快就去世了 后来他又娶了第二个 叫徐和啊 徐和又给他生了第五个姑娘 叫武延利 他等于生了五个姑娘 一个儿子 大女儿叫武一曼 是一个有名的医生 退休之后 整理他爸的文献啊 儿子叫武天福 武天福啊 武天福 这个曾经担任了国防部外事局的局长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 他后来武天福是担任过总参三部 就是总参技术侦察部的部长 然后他下边的局长 有一个就是曾三的儿子 曾三就是中央红军的中央军委 在江西苏区时期的无线电队的队长 像他们都是傅一代子一代 然后武修全有一个女婿 叫卢红 是这个解放军报 军报啊 在府城门外 是那的编辑 也是解放前参加解放军的啊 44年参加新四军 49年入党 在解放军报 差不多有30年吧 他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啊 包括王稼祥的一生李博昭传 毛泽东亲家张文秋之家和武修全传等 而且他是炎黄春秋的创办人和前主编 目前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啊 这是武修全年轻手的照片啊 这啊 这个红五星啊 红军的这个穿戴啊 红军的军装 这是他老了以后 这有他第一任夫人的名字叫张玉兰 是左边一个美 右边一个流的右本拉 张玉兰啊 不到30岁就因病去世了啊 他的第二任夫人徐和 徐和是中国近代的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徐一斌的女儿 他的弟弟是著名作家徐迟 徐迟好像我有点印象 是不是写过一个什么作品 一个报告文学叫什么科学的春天呀 徐迟啊 武天福是他的唯一的儿子 独生子啊 40年出生的 40年6476 属龙的 属龙的他儿子 把这个 41年他父亲要从兰州 巴勒军办事处调回延安工作 把他寄养在甘肃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 罗阳石家 因此改名罗宾 直到51年才回到北京 11岁才回到北京 就是共产党啊 当年呀 颠沛流离 处于地下状态 非法状态 在野状态 战争状态 所以他们把很多孩子给点钱 让一个老乡啊 或者比较知根知底的 信得过的朋友啊 给点钱之类的 让人家给收养 有的那个一进城 就所谓的胜利了 一进北平 进北京 才慢慢的把这些孩子往回找 接回来 包括 这个胡耀邦的儿子 有一个叫刘胡的 为什么叫刘胡啊 当年那个把孩子放在一个姓刘的人家 抚养 然后第一个 刘代表他的养父 第二个胡代表胡耀邦 代表他的生父 然后 武天福高中毕业以后 考上了军事学院 后来曾经任职国防部外事局 少将军衔 他的夫人王磊 是开国中将王尚荣的次女 大校军衔 应该就是这位 这位可能就是武天福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 他不仅仅是外事局的局长 他还是三部的部长 这是他的长女 叫武一曼 武一曼是三八年的 三八年生于兰州的 三八年 属虎的属虎的 这个三女儿叫武连连 四三年生于延安 那就是属羊的 属羊的 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 1968年在部队 劳动锻炼 曾在河北省广宗县 广宗好像是邢台地区吧 还是邯郸地区 广宗县 然后国家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 现在在府城门 哎不是 复兴门 复兴门和中国冒凑会是同一栋大楼 现在归了地矿部了 国土资源部了 还在中央统战部 全国工商联整单位工作 将这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 他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他是个政局级干部 退休后任中国民企 扩湖私企 民营或者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下图为五连连 五严厉和五连连 不知道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这还有一个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 这个字体太小了 没法给大家读了 张国焘 五修全还教导家人啊 我家哪个孩子也不许经商 来自新浪网 你经商风险多大呀 是吧 你在部队里一击一击的生 是吧 那你这个 是吧 对于他们父辈又是老革命 老将军 老的外交部副长 副总参长 是吧 你看五修全的儿子 五天福 娶这个王上荣的 这个女儿 王磊 他们就算门当户队 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担任过副总参长 级别都差不多 又都是老革命 而且他们又都祖籍是湖北 所以你看又是同乡 又是同籍 所以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所以叫门当户队 那么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类似的比如说 薄熙来他们家 薄一波家 和这个李雪峰家 和谷景生家 这三家呢 又都是中共里边的老干部 又都是老干部里的山西人 他们这三家又联姻 这是五连连写的发表的新浪网 他说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 其中两个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41年抗人战争期间 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 父亲要从巴勒军兰州办公室 调回延安 当时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 长途行程 交通工具有限 不允许带这么多孩子走 必须要留一个在兰州 大姐慢慢已经三岁 不仅会说话 还知道父母的名字 住在什么地方 如果留下来就比较危险 二姐忘生才出生不久 留下来会给人家造成很大负担 考虑再三 父母还是决定把唯一的儿子 老二天福留下来 当时甘肃地下长的负责人之一 罗阳石叔叔 提出可以交给他的母亲抚养 这样哥哥就来到了罗家 罗爷爷是远近文明的中医 原本生活比较安定 虽然罗叔叔没有明确说明 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 但是罗奶奶心里清楚 这个孩子的父亲 一定是和自己儿子一样的人 都知道心知肚明 不点破 是吧 自己儿子是共产党 自己爹都知道 罗奶奶不顾个人安危 带着哥哥 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精心呵护 关爱有加 为躲避敌人的盘查 有时不得不跑到乡下生活 不管再苦再难 罗奶奶也没有一丝怨言 这样哥哥在罗奶奶的照顾下 一直过了 十年 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 罗奶奶把哥哥带到北京 哥哥才和我们团聚 这时候罗叔叔 就是这位叫罗 我看叫罗什么啊 罗杨时啊 罗叔叔也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了 中央党校后来在颐和园大友庄啊 之前可能在北京城里呢 我不知道啊 他们两家啊 五罗两家比亲亲还亲 经常互相走动 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带 然后他说的妹妹叫五颜丽啊 妹妹严厉也是因为父亲抗战结束后 紧急调到东北工作 又是不可能带走的孩子 父母远准备把他交给 送给当地老百姓照看 等有机会再回来接他 但是跟随父亲多年的公务员 公务员就是勤务员啊 就是伺候他们生活的 这个跟随父亲多年的公务员 就是副官吧 或者叫马辫 警卫员公务员勤务员啊 吴树成伯伯说什么也不同意 说这是革命的后代 交给他带吧 只要他活着 孩子就不会有问题 他保证把孩子带到东北 完好的交给父亲 吴伯伯跟随部队 历经无数艰辛 长途跋涉出生入死 终于把严厉带到了沈阳 当父亲看到吴伯伯背上 为保护严厉 不被敌击伤害 留下多处伤痕时 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你是这个孩子的救命恩人呀 新中国成立后 父亲调到北京工作 希望吴伯伯能留下来 同我们一起生活 但是吴伯伯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还是回到了河北老家 为此父亲时常教育我们 不要忘记这些 在困难时期给我们帮助 抚育了我们的亲人 这个父亲还要求姐姐经常给吴伯伯写信 父亲也会尽自己所能 在生活上给吴伯伯一些帮助 然后他父亲调中联部 1958年父亲调到中联部工作 任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1959年开始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就是三年大饥荒 就完全是错误的政策 极端的政策造成的 很多人饿肚子 还有很多人饿死 这个人民生活受的严重的影响 中联部机关食堂 同各单位食堂一样 也想尽办法 用各种树叶 植物 发酵 做成人造肉等 还想方设法的粗粮细作 尽量把机关的伙食 做的可口 耐机一点 就是让你那饥饿的时间 延长一点 我们原来都在家里吃饭 这时我们 这时父亲要求我们都到食堂吃饭 每人按定量吃 教育我们要和大家同甘共苦 度过难关 父亲还对我们说 现在主席都不吃肉了 总理也不吃肉了 中央的高级领导人 都要和大家一起度过困难时期 这时候中联部有一些干部 因为营养不良 出现腹肿和疾病 了解到他们机关成立了劳动生产办公室 帮助开展 帮助解决开展生产的启动资金 和生产人员不足的困难 每天多给他们发二粮补助粮 一个人多发二粮啊 每个月多给一份农副产品 中联部还有专业生产队和生产基地 中联部不仅在机关建立了生产基地 还把机关大院的空地利用起来 我们家就住在中联部里 就是那墓区地那个沿着小河往南 后边是铁道部和铁路局 北京铁路局 前面是公安大学就那 就在惠城门 就西客栈附近 惠城门洋房店这边啊 我们家周边空地 也被利用起来养了鸡和猪 种上了菜 屋外不仅常常有鸡轿猪轿声 还有马车声和马达声 还挑来了粪肥浇菜 这个粪便和发酵饲料的气味 直接就散发到我们家 不好意思啊 有点冷 然后你看吧 还说这个 这个有这个粪肥的味啊 发酵的味到他们家 工作人员绝对 太影响我们家正常生活了 但是我们家 从来没说过一句不高兴的话 一天 生产办公室的领导 见到父亲说 真是对不起 你看我们在你家父亲种地 饲养家禽 可能影响了你们的生活 但一时又解决不了 请部长谅解 父亲马上笑着说 没关系 这是特殊情况 搞好生产是大事 我这里你们不用顾虑 现在好像如果是副部长 最近好像中共中央 新的规定 如果你是副部长 你就叫副部长 你不能再叫部长 这个是一种语言贿赂啊 但是过去副部长就不叫那副字 可是你不叫那副字 他当自己是正部长了 这哥几个就闹不合 是不是 你看 他还说 父亲是个很谦和的人 六十年代单位住房很紧张 中联部有几位干部的住房 一直没得到解决 办公厅指责找到父亲 同他商量 看能不能从我们家的住房中调出两间 父亲非常痛快 就说没问题 你们安排吧 回到家 父亲立即吩咐腾出一层的两间带卫生间的房子 交给单位分配 那这么看来 他们家是住一个小楼 不知道是两层楼还是三层楼 应该是独栋小楼 就叫所谓的部长楼 我去过总政大院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那玩 总政大院里边就有好几栋叫将军楼 但是前一段我又去 大概17年我又去 跟我们同学在那院里玩 那些楼都旧了 那是东院 总政大院有长湖和圆湖 有几个小湖 那旁边有几栋楼 现在都很旧了 但是还是那些老将军 或者老将军去世了 那个老将军的夫人 那老阿姨住在里边 但是西院 总政西院 然后那个警卫连后身 新盖了几栋将军楼 那个不是将军楼 是将军院 带院里边独栋小楼 那个就很高档了 另外他们那个西院 往西有的楼 门口有警卫站是站岗 那个楼可能都是正军级以上的 也是少将以上的 你要不是那楼里的人 你肯定进不去 但是其他的楼 你想找个人 什么就随便进 你看他把他们家一层啊 两个带卫生间的 交给单位了 这样有两位同志 一直同我们住在一起 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 是一位女性啊 女他 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 对国内生活有些不适应 刚搬进来觉得很不自在 那就是还是西方人那一套啊 苏联毕竟算欧洲人 父亲对我们说 他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 我们理应给他更多的帮助和关心 父亲有时会关心的问他 生活工作情况 有时还会请他在我们家吃个饭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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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读在这儿吧 老打喷嚏啊 不好意思 如果们来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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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上 读在读施上 如果您看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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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上